这里是卡普汤白面时间 2021年8月11号的午夜 我们下面讲今天第三个内容 这第三个内容呢 我们把题目叫做 能够力挽狂然的可能 只能是60后 那么这里面有个前提 这个不是说自我标榜问题 我们讲到这个 有个前提就是说 如果说有这个可能性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上帝 安排一个挽回 能够把中国这种 从危机的边缘拉回来的 我们讲到这 那么为什么落在60后上面 这里面就讲到了 中国现在是转轨 转型 转型的话 它必须要有一个前后的衔接 它如果没有前后的衔接 那就基本上就坍塌掉了 你把习近平 习近平他就衔接不起来 衔接不起来就开刀车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先开刀车 开刀车下去 你把中共过去接气 我们讲到接气 邓小平基本上算是 第一代的末梢 第一代的末梢 他就用蓄气 然后中间弄了一个江泽民 江泽民在里面 就把他的气给延长了一下 弄了胡锦涛 到了习近平这边就衔接不上了 衔接不上就断气了 说白了就断气 我们用这个气口 用这个方式来谈 我们主要谈能文 从人的常理性来谈 我们先不从玄学角度 玄学角度的话 你比方说是大儒 他那个测试 我们也可以测 我们提醒大家 不用 我们就用正常的心理状态 这个也就跟老毛的讲到的 什么叫玩政治 他叫玩政治 玩政治就是把你拥护 你能搞得多多的 那么这样的话 怎么他就在这上面动脑子 怎么去发动群众 他换了句话叫发动群众 拥护多多的 就是用利益诱惑他们 所以无所不用其极 用了欺骗的手法 各方面想 他不是求真理的 但是这个是实用主义 就包括现在的美国的民主党 对吧 他为什么要搞那么多 非法移民进来 他就是玩实用主义 玩实用主义 玩实用主义以后呢 他倒不一定代表实用主义 千万就像老毛一样的 共产党他玩弄农民 他不代表农民利益 最后反过再压榨农民 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清楚了 斗争的所谓的 世俗的斗争的复杂性 这个后面可能会谈到 美国的时候 大家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参加进去 不是二元思维 现在我们的播报 很多人都是二元思维 非此即比 非此即比的二元思维 基本上就是很老 就中国人的传统韭菜思维 很多 哪怕你很多事情 有的是似乎是在 趋势轨章 但是用这种打鸡血方 都二元思维 是不利于正常的 社会建设的 我们讲的 不利于正常的社会建设 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建设 需要有大批量 有独立的 能独立思考的人的 集合在一起 美国的两党过去的 那种辩论 其实就是独立思考者 在一起的 你看看英国议会里面的辩论 现在基本上就很差了 美国掉下去就有这个情况 有这个情况 这个我们放一遍 那为什么讲到六零后 那么我们梳理一下 五零后 五零后基本上 我们就用习近平做代表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在成长的年龄阶段当中 正好是文革 掐断了他们的思考的 培养了一个 也就是他头脑里面 建立不起那种成熟的东西 习近平之所以到今天完全是架构在老毛那个基础上面 共产党那个机器上面 然后他利用了一个流氓无产者众多的一个数量问题 然后获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东西你是在目前情况下 它就是走反向的 走反向就基本上就断气了 共产党因为接气的话 应该一点点往前发展 越走越好 它现在是断气的方式 回归回到原来的状态 起步状态 那时候农民基本上被老毛玩了玩变了 玩了一转 玩了一转以后又回过台再玩 那么基本上也就知道玩不转了 在一个现代的社会 也基本上有那么多丰富的知识 所有东西都出来 经济也没发达 不是那种简单社会 二元社会 过去了简单二元社会 农业很简单 就跟皇朝时期一样 工业东西一加进去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共产党是玩不了 流氓无产者是玩不了 驾驭不了这么复杂的体系的 一会儿我们在后面讲到郭文贵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驾驭不了 这原因在这里 所以那么70后80后 我们以前很早写过一些东西 写过一些东西 70后以后呢 那么基本上它那个成长过程是 应该是在80以后 80以后 80年 前后就是改革开放 那么它有一点点 那种宽松的余地上来了 那么很多原始的东西 还多少 还有欠缺一些 不能完全嫌弃上 那么90后 00后基本上都是在 现代的物质富裕的情况下起来的 那么它驾驭不了那种贫穷 驾驭不了那种状态 也就是它理解不了它们 那就形成了一层层的断档 这个中国现在基本上就是 这样的一个混杂系统 混乱和混杂的系统在里面 那么60后呢 有一个特点 它在正常成长过程当中 看到那种波澜起伏的变化 这个结论不是我们现在想 我们很早以前 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这样 这叫社会各年龄阶层的分析 我们讲到各年龄阶层的分析 其实分析了头脑里面的东西 不是分析你的经济的上面的东西 共产生老毛是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各阶级的分析 就是要分析社会结构里面的资本的 或者是资产的那种结构来分析的 我们这里面讲重要的是建设 建设的话是要有头脑的 所以我们是从头脑角度分析的 头脑角度里面 你看到头脑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这种装的东西对它是有没有亲身的体会和感受 70后基本感受就少 60后我们正好是结束在那个年代 正好从小的时候呢 正好躲过了什么的三年之内所谓的灾害 那恶的年代正好躲过 躲过然后才是蒙蒙东东懂事的时候呢 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 那社会的波澜起伏 大起大落 那个时候是最坏的东西也看到了 最复杂的东西也看到了 然后中间呢又经历过在真正青年时期 探索的过程当中正好又经历到三中全会啊 改革开放啊 那个过程当中的小波澜 而且是开放的东西也大量的吸纳出来 那么50后基本上就没有这方面的 人数也好啊 光人数啊各方面也好 它就没有这方面的机会和那个 那么一般50后那时候很多人都出国了 大量的出国了 就是那个文革那批出来的 那么他们的底蕴基本上是文革时期斗争 那么他那时候要拼命的赶着那个学习 赶着学习 这个学习呢 它是一个不是消化性的学习 不是思考性的学习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要改变自己的地位 翻身跟他们衔接上去的 当然不排除里面有个别的 我们讲到我们讲的是一个 一个是相对啊那个多的人数 相对有一个群体的人数 一大部分有群体 这是一个一个方面 那么70后呢 那是三中全后 他们要开展就基本上 开始某某董事以后 就是进入了三中全后 开始改革开放啊 这类的 他们有一丁点的小的贫穷的 一丁点 但是也不算很厉害啊 一丁点没烧了 那随后呢就逐渐进入到 蒸蒸日上的过程当中 蒸蒸日上过程当中 他们就想办法去弄钱了 80后呢 那么最倒霉是80后 最倒霉啊 网上谁讲的最倒霉80后 啥都赶上了啊 那个独生子女也赶上了 那个那个房子高价也赶上 正老他们之所以战乱开始啊 90后以后呢 就相对来说又 基本上他是在60后的啊 那个那个那个 有些80后也是60后的啊 60后的女性啊 女性他们要结婚生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80后的 那么男性的话 一般就是偏晚一点啊 80末或者90后的啊 那那基本上呢就是 有一部分就相对说 条件就好一点啊 我们只能这么讲啊 不是说所有的啊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说 80后赶上了很好的 中共的这样的一个 内部政权的 那个内部的那个 所谓的他们干部体制的调整 知识化采用啊 知识化 所以80后基本上 呃 毕业以后 基本上都充斥在 中共的各个岗位上面 啊 大家理解这些 都充斥在中共的 各个岗位上面 啊 早期的各个岗位上 也就是说现在来讲 呃 像习近平他们那批能啊 那么 呃 在这个这个 社会的中间力量来讲 是一个早期改革开放的 一些龙头 到最后有的被干下去了 啊 啊 有的被干下去了 哈哈 干下去的原因 他们是敢干啊 那有一些敢干的 那就第一波改革开放了 啊 80后还容不上 啊 50后的人啊 赶上了个时代 啊 但是这一帮第一波的呢 也是比较那种老毛的东西 传统的啊 就被干下去了比较多 干下去了比较多啊 呃 那么80后的一半 我们这是整体啊 我们讲到了一个整体系统 当然有人讲到了 什么王石啊 他们是之类的啊 呃 有的其实基本上就在 呃 那个早期那一款 那个呢是 你就没法比了 你比方像这种中性 那都是那个红二代 那个那就没法说了啊 红二代一般 红二代一般的小字辈 基本上就在50后 啊 49年以后啊 开心开心了 大家就拼命生孩子 到60后的很少 啊 呃 红二代里面60后的很少 很少啊 坦率告诉大家啊 呃 哪怕你在小字辈 你比方说像习仲勋的小字辈 他也就是50后的 啊 但是能理解这一道吗 啊 理解这一道 那么这些人基本上是 这种分扬跋扈啊 他们提到这个 所以大家在这里面还要分一下啊 分一下 分一下你才能知道中国的一个政治结构 或者是社会结构里面的情况啊 啊 那么所以基本上是60后啊 60后 60后里面 呃 那么受到了这样的一个 呃 也看到过过去的一个灾难情况 也享受过啊 中间开放过程 也知道现在的一个结果 而且现在的正好是年复力强啊 啊大概在50来岁啊 啊50岁啊 50来岁啊 50岁以后 正好是衔接到中共的情况 而且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呃 他们敢在老毛啊 那个邓小平啊 啊那个干部年轻化啊 干部年轻化的时候 我们记得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嘛 呃 就有什么第三第四体队啊 共产党就是培养这是年轻化的啊 干部这 那基本上都在那 所以说我们讲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 呃 有一些 你只要在机关里面待下去 现在都是基本上最低也是个狙击干部吧 啊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混不到狙击干部 就基本上就不像样了啊 那么基本上狙击干部也差不多跟我们这年龄 呃 呃 呃 基本上四川的两个将军 他们都是六六十年代初的啊 六三年六四年都这个时候 年幅里强熟啊 所以这些人呢 基本上充斥了这样的一个岗位 那么这这些岗位上的呢 他也没不具有红色的那种包袱啊 也没有红色的那种傲气 他可能更加务实一些啊 我们认为更加务实一些啊 所以也就是说呃 其他的人想务实务实不起来 因为他没那样的精力 没有那样的精力 没有那样的那个衔接 也想务实务实不起来啊 所以六零后这一块呢 可以算是能够务实过来啊 务实过来 而且基本上就是在六零年前后那么几年啊 六零年前后啊 到六零年晚期的也有一些啊 晚期的就稍微差一点点啊 接近七零后七零的时候呢 晚期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但是呢也差不多啊 也跟前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啊 这个状态 大家要记住 这因为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开放型社会 不像欧美国家 我家开放型社会啊 不存在 这个年龄太高 就是说看你的学识 因为它所有东西都开放 所以起来 中国的话 因为是不开放啊 不是一个开放社会的 而且比方说 你高考都是一锤定音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大家要了解中国的这个环境 所以它是一茬一茬的啊 一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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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四九年或者是八十年代后面变动又特别大 啊 整个七十年代去年去年那个过去了七十年啊 过去了七十年过去七十年其实都是波动震荡的啊 前面一二十年啊 比方说五十年代六十年清洗年代 清洗年代基本上就消灭了 老毛一天一年弄个三次的什么运动 它是一个清洗巩固政权的清洗年代 一成先清洗掉社会的人 比方说三反五反正反五十年代的东西 对吧 然后呢再清洗掉一些党内的人 党内的人就是文革啊 最顶峰的就是文革 清洗 清洗然后导致它共产党里面就是清皇不戒了 说白清皇不戒 清皇不戒也就是清一色了啊 清一色了 就是老的那些从旧的官僚社会过来 你基本上就基本上淘汰掉了 基本上就被他清洗没了 那么丁小平那时候弄出来翻身一点 也就三四十年代出生的 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话呢 有一些是革命的 有一些没有革命的啊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那些呢就是有一些是知识分子了 因为非知识分子也基本上就淘汰掉了 我们讲到这个 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中国的这个年龄结构层次 和社会的那种知识的匹配问题 因为在这个过去的一百年当中 中国是天翻地覆的 从零到现有的状态 也可以讲从零到无穷大了 中间因为满清流下来 那个你要说是烂摊 我觉得纯粹是他妈的一个 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的野蛮 大家可以翻一下 满清时期外国人拍的电影和拍的东西 你看看那个场景你就知道 你可以试想一下当时那时候 整体国民性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整体一个怎样的状态 几乎就等于算是那种原始的状态一样的 我们讲的很严重一点 尽量在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一点点 你可以分析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其他的年代的呢 它后面是要一个接续的 我们以前大家有 就应该那个文章不大会删 我们以前在国内的 十几年二十年前 十来年前 那个写的杂文里面就讲到了 中国社会的一个 包括这种未来的力量 分析过 六零后 七零后 八零后 五零后 这么分析过的 四零后 四零后呢 基本上就是周永金那批 周永金那批李鹏啊 李鹏可能是三零后的 三零后的 周永金那批人 估计大概是这样的 包括温家宝 温家宝那批那个四零后 胡锦涛 胡锦涛和温家宝那批四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代表人物 你就看清楚了 你可以代表人物 你就看清楚了 那么五零后呢 你就拿习近平做代表 四零后你就拿那个温家宝 和那个胡锦涛做代表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那时候的状态是怎样的 是怎样的状态 那么六零后呢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种状态 看看我们这种状态 包括现在我们昨天讲的 麻辣空间大概也是六零后的 六零后 郭文贵也是六零后 郭文贵接近七零了 接近七零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层次问题 不一样 这些情况你可以看的 那么在国内现在 基本上是六零后 五十来岁嘛 五十来岁 基本上就在这种一个层次上面 后面上来的人的话呢 基本上可能就是说 胆子更大一点 胆子更大 胆子更大意味着什么 更不稳定 就啥事都敢干冒险 冒险 那就是说没有正常的一个平滑的一个衔接 所以我们讲六万狂来是要有一个平滑的衔接 或者平滑的变动 所以如果达不到这种情况 就基本上没戏了 那么谈改良呢 这个就是不现实 我们讲到谈改良的东西不现实 那么你讲讲六万狂来跟改良 是不是也会是两码事 改良是在原有基础上 由他们原来的人进行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六万狂来是已经走到危机以后 劫干而起 奋力起来的中流砥柱一样 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到这个 那么后续呢 那就是蛮干 蛮干的话呢 可能就会冲动性比较多一些 冲动性比较多 而且这些人受到老毛那种恩惠 共产党的恩惠 所以他可能还会有一种反向的力量 反向的力量 什么叫反向的力量 就是会更会 他跟50年代 又有相同性又有对抗性 你把跟习近平他们又有相同性在哪里 都是一种头脑简单 我们说白了 头脑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 就单一性的简 头脑 我们那时候能 为什么会那样看出来 我们的同学之间看得很清楚 都有的同学很聪明 都有头脑 因为那个时候是天天变 昨天你是照样 今天就被打倒 明天有个天天变来变去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有独立思考了 他那个变大 变动太厉害了 变动太厉害 就逼了大家有独立思考了 这么回事了 那么后面呢 基本上就是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所以他们对共产党 然后又是在共产党 那种重大的改革 比方90年代后 70年代呢 在90年代后就开始 那个爆发 00后 00那个年代里面 他们是大发展的时候 他们赶上好机会了 他们赶上好机会了 赶上好机会以后 当然有部分是60后 人家马云也是60后的 马云也是60后 基本上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 60后基本上他就是独立思考 能力比较强吧 我们讲到这点 相对来说 因为他看得多了 看了那个年代 他经历过 你比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一会儿 那个指导员轰着大家去跳舞 交易舞轰着大家 然后还没一个礼拜 两礼拜 马云过来反对资产街自由化 这个指导员又带了一帮人 挨家挨请式挨请式 挨教师挨教师 去反对资产街自由化 你想想到后面还哪会有这种状态 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大家就比较 都比较60后就比较精明 我们讲60后就比较精明 所以都不会跟风 也不会跟你 也就是说都会学会一点 让子弹飞 就像江文 江文也是60 应该是50年代末一点 接近60了 那个年代基本上就是 有这种一些思考性的 也也是接近60年前后的那些人 基本上 因为50年代末 他基本上从小三年 正在过去 可能没印象 也就过去了 那么一点点成长过程 他是 多少次运动 他都边上是旁观者 他不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是被被动的轰了上去 你像我们那时候 小时候 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开始 都一伙敲锣打鼓 一伙举着旗子 就跟着哄 我跟着哄 共着玩的 那么后面呢 今天是这个 明天是那个 后天又是这个 所以看多了 就觉得看西法一样的 但是他不是说自己 但是作为我们的兄长这类的 他们都是出高中了 出高中的话就会 武斗啊 什么都上来了 武斗都上 我们边就等于看 看了 所以看的话 怎么今天这个 明天那个 一伙是 昨天是朋友 今天又是敌人 明天又是朋友 后天又是敌人 你就看了 就够热闹 所以这样的话 就奠定了一些 基本常识了 或者基本的东西 不会盲从性 也不会一根筋的跟着下起哄 那么这样一批人走到今天呢 基本都在重要的岗位上面 这个呢 是共产党的一个特点 重要的岗位上 它不像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 它主要是以科学为主 科学为主 就是就事认识这方面 所以不论你年龄大小 它有这方面是允许存在就存在 而且它是很多社会主 社会力量也比较强大 社会力量强大 那就是民主国家 基本上都是以社会自律的方式 解决很多问题 真正能给政府的东西就少 这叫小政府大社会 而我们这个呢 是一切都是以政府为主的 一切以政府为主 所以它会一查一查的根本 然后共产党在这方面 有没有那种人文性 它也不知道 它就是按照这种机械化的 一查一查这么上来的 所以我们讲 如果说有可能力量狂瀾 那么基本上60后 就寄希望于这一段时间 如果这段时间的人没戏了 也就没戏了 大家就等到后续的 一系列的灾难性就跟过来 这个不是说我们要为60后 能自我标榜 也不是说给自己标榜 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死命也好 时代的一个波浪也好 时代的一个安排也好 我们讲到招主这样的一个安排 在中国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规律性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这也就我们讲到这个 如果说当然我们还是强调点 如果是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只能是60后 过了这一战 60后一过 那进来就没戏了 谈别的东西都没用了 你看魏京生他们都是50后 50后是跟习近平他们差不多的 你就看到 你可以 如果说你说海外的反共的民运 那你就看看魏京生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剩下后来民运的那个那个 包括六四那些 搞六四那些民运那个用选 那基本都是70后 70后了 大家记得70后了 你就可以看看海外的民运 那种搞的那个那个 六四 六四起来的 你把财零啊 这些那基本就70后了 你看看能有什么样的起色的 那么你反过来再看一些 真正海外民运有实力的 或那些情况 基本上也都是60后 我们不是说自己吹牛啊 不是自己往自己一些 因为它这里面赋予了 它这样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轨迹 产生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东西 而且是有一批人啊 共产党里都是赶不轰的 一批一批的啊 所以如果说没有一批的 都自由开放 那你就谈不上啊 我们讲的 一方照美国你去谈 60后70后干嘛 它形成不了一个思潮 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在中国里面都是学校 共产党全面控制 所以它是培训的 一查一查出来的东西 一查一查出来的东西 好 这一段说到这里 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个 讲一个 郭文贵这个词好像是个敏感词 昨天发上去还不行 还得把它删掉啊 共产党看来对郭文贵这三个词 还是有影响 所以郭中共和各路民运之关系 我们讲一下啊 现在这个状态 也接续一下 大家对我们昨天的一些 那个观点的评论啊 我们就看了解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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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